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不是有两个声音的小朋友 关顾自己的情绪需要 我的梦想是做歌手 我们教的他未必学到 但是我们做的他会看到 攀手和这班小朋友同行 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主要有什么感觉 别人曾经跟你说